这是两只五个月大的赤湖 正是好冻的年纪 高原上温暖的阳光让他们看起来很惬意 即使是玩耍,他们也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 任何危险的动静都躲不过他们敏锐的听觉和嗅觉 狐狸一家住在松林后面的小冠丛里 这是一个环境优雅,安全系数极高的住所 妈妈带回的食物是最好的训练工具 小赤湖用实力来决定进食的顺序 争斗能帮助小赤湖们磨练捕食技能 九月,高原开始有了一些凉意 赤湖妈妈在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储备食物 不怀好意的邻居虎视眈眈 大嘴乌鸦是高原上最精明的小偷 它们能记住这片地狱的细小变化 将隐藏其中的食物找到 不想自己的储备粮成为它们的口粮 赤湖需要清理掉自己留下的痕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原上有很多现成的洞穴 都是汉塞的洞穴 小赤湖的 小赤湖看上了一处洞穴 它距离水源不到二百米 出口隐藏在崖壁上 周围的灌丛和它们身高相似 适合潜伏和逃生 住在这里 生活和安全都能得到保障 但面对汉塞一家 小赤湖在体型和同伴数量上 都有较大的差距 这个时候抢房子 他没有把握 等待是最好的选择 他已经保持这个姿势半个多小时了 像是已经睡着了 汉塞们开始远离家门 机会来了 这是小赤湖从出生以来 奔跑得最快的一次 汉塞的家就这样被抢占了 也许是汉塞还有另外的家 也许是高原上约定俗成的习惯 在家被抢占的这件事情上 没有出现激烈的争斗 只有面对现实的无奈 正面不知之称 有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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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和别人的家人 也许是让这些混淆